上蕩百年 七世大观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再次光临七世大观 上回书说了张学良 本集再说说杨虎成 他同样登上了中共英雄模范双摆名单 就是因为他主导发动了改变中国历史的西安军事叛变 叛变的这俩双半兄弟张学良名气大 但杨才是主角 张学良晚年说 他不过是在一旁协助杨 张杨都没料到的是西安叛变和平解决 中共得以存活 却过河拆桥 卸磨杀驴 杨最终自食恶果 命丧皇权 杨虎成和老毛同岁 1893年出生在陕西蒲城 一个农民家 没读什么书 大字不识几个 行个文都是别人代笔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 杨落草为寇 成为关中一带知名的刀客 先后进入反袁世凯称帝的陕西护国军 孙中山号召护法而建立的靖国军 参加了护法战争和军阀大战等等 1922年 杨驻军陕北榆林 有人介绍他结识了陕西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魏野筹 魏后来长期在杨虎成部队任职 对杨的思想影响非常大 1924年 杨虎成经孙中山介绍 先加入了国民党 又率领军队参加北伐 被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 1927年4月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基于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破坏 决议清党反共 从国民党中驱逐抓捕共产党员 杨虎成因为同情中共并没有完全追随蒋 只是让魏野筹这些共产党员离开自己部队 中共则随即成立了晚北特委 隶属中共河南省委 负责人就是魏野筹 南汉陈等人 到了10月 杨虎成申请加入中共 希望做第二个贺龙 将部队改编为红军 但他没想到被中共河南省委拒绝 送上门不要 想来杨虎成可能够郁闷的 大概中共对他还不怎么信任 不过这并没挡住他们对杨虎成部队的渗透 有时事态就是很诡异 杨虎成后来和中共党员谢宝珍结了婚 1928年被野筹根据中共八期会议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 又去鼓动杨的部队暴动反抗 杨反对无效 只得带着老婆 秘书到外地游览 结果4月8号暴动失败 30岁的魏野筹被捕 次日就被国军处决 到了秋天 中共又同意接受杨虎入党了 但这个时候杨身在日本 没得到这个通知 而且至此也没再提出入党 但杨在共产党的名册上却挂了号 1929年 对中共心怀不满的杨虎成率部投到蒋介石麾下 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驻防河南 蒋介石和冯玉祥的战争中 杨负责守备南阳 击败了冯手下的刘汝明的进攻 在蒋和湘军总指挥唐生智的战争中 他又有勇有谋 击败了唐生智 后来获得蒋介石亲笔写信称赞 杨虎成仗打得不错 也对中共十分同情 宽容 但却并没有赢得中共的信任 反而认为他是投机军阀 并且决定继续破坏杨部的力量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 中共河南省委对驻扎在河南的杨虎成军队 不断的发动暴乱和兵变 算起来 有五杨暴动 静远兵变 两当兵变 薅电兵变 要线叛乱这么多起 逼得1936年 杨与中共代表谈判 明确提出 希望中共不要策动他的部队滑变 1930年的中原大战 杨凤蒋命率部返回陕西 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可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任命了中共党员南汉陈 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代表他主持省政府的各项工作 各位看官 看到这儿 您不觉得这位杨将军亲书不分 是非不明 还有点儿那个吗 中原大战后 杨虎城的新编第十四师升格为国民革命军 第十七路军 共有六万多人 被称为国军的西北军 在蒋介石的多方施压下 南汉陈后来离开了阳部 俗话说 鬼上身赶不退 鬼迷心窍的杨虎城都被共产党调理成这样了 仍然对中共照顾有加 中共在阳部的组织也一直秘密的存在 并且迅速发展 到了1934年 它的警卫团就有中共党员二百多人 1935年成立的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更是有中共党员接近三百人 有人看不下去了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宋志坚这样批评当时的西安乱象 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 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 吃的是国民党的饭 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 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儿 这像不像现在共产党说任志强 吃共产党的饭 砸共产党的锅啊 现在看这话明明是共产党抄国民党作业啊 杨虎城应该也算是吃饭砸锅的那一种 各位新朋友 忙里头衔 烦劳一秒钟订阅本节目 以便咱更上劲的为您服务 谢了 这里说说很多国人都知道的小说红颜 或者电影《烈火中永生的那个小萝卜头》 宋镇中的父亲宋启云 影片中说他是杨虎城的秘书 事实上是中共派去杨部做新闻宣传的中共党员 没有担任秘书 宋在征德阳同意后 改组了一直进行反共宣传的西北文化日报 该报此后基本被中共党员接管了 宋启云甚至亲自撰写了《论壤外必先安内》等涉论 痛斥蒋介石消极抗战 积极搅供是反动方针政策 红军被国军围剿 1935年逃到了陕北后 蒋介石调张学良的东北军到陕西 安排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搅供 这时候杨虎城掌握西安市的军事控制权 老毛深感威胁 就派杨虎城的老朋友南汉陈 还有和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去说服杨 1989年之后大陆出版的《现代史》中明白无误的表白 1935年秋 中共极定南汉陈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同年12月 中共又派汪峰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 1936年春 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到九十年代初 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 也专门发文吹捧王炳南如何成为杨虎城的幕僚 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 张和参加策划西安史变 这不自己露底了吗 一方面为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 另方面担心蒋介石对己不利 又被中共反复洗脑 离间 拉拢 杨虎城1936年4月终于和中共结盟 签订了互部侵犯 建立联络站 交换情报 设立交通站等等协议 初步形成了合作局面 彻底上了贼船 此后 中共人员往返西安 延安 进入内地 回归陕北 路条都是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的 国民政府指令杨部搅供 他却不但与中共暗通款取 甚至已经同流合污 然后再由杨虎城去拉同样被中共分子包围的张学良 合谋反讲 张学良东北军中多名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掌握了张学良的一切秘密活动 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活 乃至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建秋 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 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 狡猾的中共抓住了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失家园的悲愤情节 接近他 包围他 从而使 为族而立之年 极富负面独揽大权 未坐过任何人的部下 未有过任何长官 愤世急躁的少帅张学良 终于不知不觉的改变了是非官 在中共的渗透下 充满野心的杨虎城和涉事未深的张学良 同蒋介石在政见上分歧逐渐加剧 1936年12月9日 西安兵变前三天 中共地下党策划了西安学生三千多人的广场集会 呼吁国共合作 团结抗日 此日 杨虎城急令宋启云参加草拟 张扬兵剑经过 张扬八大主张等重要文件 这些文件都由宋启云带回报社连夜印发号外 第三天 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 张扬发动了军事叛乱 虽然在斯大林命令下 中共被迫要求张扬不要杀蒋 西安叛变最终和解 但叛变使蒋介石国民政府八年剿匪之功 挥于一旦 也破坏了蒋介石的抗日战略部署 全面抗日的时间表被迫提前 中国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生命代价 而其死回生的中共却在战争中乘机作大 虽然前一集张学良已经说过 但重要的话说两遍 没有西安军事叛变 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 中国现代史将被改写 西安叛变后 才明白上了中共当的张学良赴经请罪 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 甘愿下狱反省 助纣为虐的杨虎成就更惨了 被中共抛弃后 杨虎成质问中共党员南汉陈为何出尔反尔 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 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 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 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杨还训斥主战的孔丛舟 李振熙 看你们傻的 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 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中央的门 现在利用东北军17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 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 西安兵变后 杨虎成被蒋介石撤销了一切职务 被迫到欧洲考察军事 抗战全面爆发后 杨虎成多次要求回国抗日 未获批准而偷偷回到了香港之后 立即被国民政府逮捕 囚禁在大陆的监狱 整整关了12年 在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往台湾之后 杨虎成和儿女在重庆被军统局秘密处死 其妻子 共产党员谢宝珍之前病死了 杨虎成一家落了个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 一直在阳部做文宣统战的中共党员宋启云 一家三口同时被处死 至此 颇有军事才华 在国军北伐中屡立战功的武夫杨虎成 最终因为误上了中共贼船 昏了头也失了方向 被狡猾的中共使乱中气 自食恶果 被邪恶共产党摆上英雄名单 不能不说是生前死后都没逃过被利用 杨将军地下有知 会不会恨得牙根疼呢 故事讲完了 别忘了订阅 点赞 传播 骑士大观 咱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